我们已经结束了我们新加坡和英国的异地链 整个国际航班只有我们一般航班 英国政府目前要求的是居家隔离14天 真的是一块钱 我的天 大家好 今天是10月2号 然后上午凌晨3点钟左右 然后其实这两天英国的就是每天日新增都有超7000多 那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就要飞到英国去了 那不过这次呢 我不是一个人飞 这次呢 我会跟凯莉一起回去 对 就是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就是我们已经结束了我们新加坡和英国的异地链 他之后就会去伦队上大学 就真的太壮观了 今天就是整个国际航班 只有我们一般航班 所以就整个航站楼都几乎被我们承包了 海队 海队等了两个半小时 NOW CENES 樱仑 聊天 Bard 这三个箱子都是我的 我们刚刚到了住的地方 然后其实我们已经提前 就是在来之前 我们就已经寄了一些包裹到这边来 然后正好今天都到了 然后刚刚已经放在门口了 比如说我们从红米上买了 好多好的零食和一些日用品 然后在Amazon上买了一些 就是家用的 比如说什么枕头啊 还有什么别的东西 好 你给我喷一下 哎呦呦呦 哦 好香啊这个 这个英国政府目前要求的是 居家隔离14天 但我们现在就是连吃的都没有嘛 所以我们放在行李 就立刻就去楼下超市一趟 今天天气有些冷 然后下了雨 然后我们也没打伞 就戴着帽子 就这个样子戴着帽子 我们现在在这家超市叫做Ice Land 它主要是卖一些 Ice Cream 不是 主要是卖一些冷冻的产品 真的是一块钱 对啊 真的是一块钱 我的天啊 不是 这个东西 我们呢 四包蛋炒饭 其实这边有很多这种类似于Farmer's Market的东西 就卖一些比如说自己种的一些蔬菜什么的 我们刚从超市回来 然后买了这么多吃的 我感觉够我们吃好多天了 然后其实我们还买了一箱水 这些东西呢 一共花了我们大概45磅 我觉得还是挺值得 其实像这些披萨什么都特别便宜 就有些比较贵 比如这个虾还挺贵的 相对来说 麦老师在干什么呀 我在处理这个霉菌 看看 这边能够涂一点 大家好 现在已经是晚上了 我们整个下午呢 就买了一些东西 要收拾一些行李 那主要是我不想碰我 六个月都没有动过的锅炉 所以就没有做菜 那就是在买东西 回到路上买了点麦当劳吃 对 那么接下来14天呢 凯利会先住在我这里 那么隔离期过后呢 他会回自己宿舍住 那我们之所以在这么疫情严重的情况下 回英国呢 主要有两个原因 第一呢 是因为我们订票的时候 真的不知道最近反弹会怎么严重 就是我们也知道 就订票比较复杂也比较贵 然后我们就是这样 首先就铁了头回来吧 那么第二点就是 因为毕竟是开学了嘛 我们希望在一个 就是没有时差的环境下学习 因为我觉得我在家里 其实挺没有效率的 因为我们今天下午也出门了嘛 大街上也逛了一圈 其实在我们看来 其实我们发现 其实英国的疫情看起来 真的没有那么严重 但实际上的新增是很严重的 主要是因为我觉得 大家还没有这种危机感 没有这种紧张感 可能就抗疫疲劳了 你知道吧 就是我觉得大街上的话 60%的人是不会戴口罩的 在室内的情况下 超市里的话 还是很多人会戴口罩 但是呢 就是还是没有这种紧张感 感觉大家还是普通生活状态 还是生活方式 那我们也来说一下 我们的航班吧 就是这次我们从中国飞过来 一共有300多个人 其实说实话 从中国飞到英国 我也都不会担心 因为大多数都是中国人嘛 所以也不用担心 会得什么病毒什么的 所以这次我也没有 穿防护服 也没有化很多次口罩 这个样子 而飞机上也很贴心啊 因为它为了要保证 不能坐满 所以的话 每两个人 边上会安排一个空的位置 其实上挺舒服的 你的脚可以伸开 但是也会有一个问题 就是 文凯里之前 是为了坐在一块 所以提前在网上定了位置 但是呢 由于就是 飞上的位置会重新被安排 因为有地方要空嘛 所以的话 我们并没有坐到 之前定的那个位置上 对 这是一点 那么另外 如果大家最近想要去英国的话 一定要注意 下飞机之后 第一时间冲去海关 因为 文凯里两个人已经跑步前进了 但是还是等了两个半小时 三个小时左右 真的要等很久 那么接下来呢 我会继续在B站上 分享文凯里的十字前隔离日常 如果大家喜欢这个视频 或者记得想看 还有礼后到伦敦日常 对 那如果大家想看这样的视频 记得三连支持 然后关注我 好吧 谢谢大家 拜拜 刘雪的真相 出国必看